6月3日,西藏自治区藏药材标准在拉萨正式颁布,这是西藏颁布的首个藏药材地方标准。 该标准的实施填补了西藏自治区没有地方藏药材标准的空白,同时也将对提高和控制藏药质量,开拓藏药市场,促进藏医药产业化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西藏自治区藏药材标准既是一部控制藏药材质量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业标准,又是一部对藏药基础研究和开发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工具书,是现代藏医药产业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 藏药产业是西藏重要的特色支柱产业之一,此次颁布的西藏自治区藏药材标准是藏药标准体系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为一二侧,共收载101种常用藏药材的标准,内容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药材质量标准,即正文,第二部分为药材质量标准起草说明,第三部分为药材图片。 青藏高原地域辽阔,药用资源丰富。 据初步统计,有藏药植物191颗682属2885种,动物药57颗111属159种,矿物药50余种。 据统计,藏药材常用品种共约500余种,已建立国家法定标准的藏药材品种有136种, 加上此次收载的101种,目前共有237种常用藏药材品种建立了质量标准。 比较乎于置 doll蹈 и检地esar Gall 노력进入几个械子。 Creี绿。